近日美澳联手就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剧情突然出现了反转 就在中国动手反制澳大利亚之际 原本还一团和睦的美澳联盟变了味儿 美国突然动手一刀捅向了澳大利亚 到底怎么回事呢 近段时间以来 澳大利亚配合美国开始无端制造谣言恶意重伤中国 而就在中澳关系下滑的时候 澳方外长居然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威胁 导致中国居民前往澳大利亚的旅游人数减少 损害澳方经济 而在屡次三番的降温劝阻无效之后 北京方面终于忍无可忍 就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麦开展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而后又因检验原因暂停了澳大利亚四家牛肉商的出口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 在之前中澳争端之后 隐身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斯 在5月11日突然出现 并公开表示 称愿意与中方进行贸易沟通 同时 一贯立场坚定的部分澳媒 也在5月12日出面指出 在贸易问题上 不要以为澳大利亚自己是无辜的 有意思的是 就在很多人认为这场闹剧会最终不了了之的时候 挑适的最终源头 华盛顿方面却突然站了出来 给整个剧情带来了超乎想象的逆转 据中国海关总署5月14日的公告显示 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美国大麦进口 同时公布进口美国大麦植物检疫要求 公告中明确指出 进口大麦是指产自美国 输往中国仅用于加工 不做种植用途的大麦子时 而在公告放出的前一天 中美之间就贸易战时签下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进行讨论 就涉及到了中方采购美国大麦的问题 前后联系发生时间 不难发现 一顿争吵的闹剧之后 反倒是澳大利亚成了倒霉鬼 帮着美国助威呐喊了一顿 好处没拿到 自己反倒是丢了中国市场 而美国为了农产品出口 也是痛下狠手 直接反手就给了自己的兄弟一刀 此消息一出 就有网友调侃 老虎和狮子打架 结果两边没啥事 一旁围观的阿妈阿狗 放到死的死伤的伤 也有网友表示 这招实在高明 美麦踢得傲慢 经典的二桃杀三世